Let's go Yeah Good job man Yeah Watch it Oh my god Ambush 好啦就這樣我們平時看到的 好啦再次跟大家介紹 必須要說一下啦 就是我們的Beats全球品牌代人 王嘉爾先生 大家好 我...我是... 大家在這裡 嗨 天貓在這裡 嗨 我們叫Jackson 嗨 嗨今天來到這裡 也想帶你們參觀一下 我們今天...當然我們先說 我最近 我們新款的Beats Studio Buds 是我最近中毒的一個 我會每天用的一個東西 因為剛好我在準備我的年底的專輯 所以我在...現在在混音的過程中 之前呢 我也是... 老實話 OK 可能是直播 但是我說老實話之前是用AirPod 然後呢 換到Studio Buds以後呢 我會覺得 混音上面 你能聽得到所有的音質 是更... 明確一點的 所以幫了我很多 所以...帶你們參觀一下 我們帶他們... 可以先稍微預告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在直播當中呢 王家人跟他的音樂一樣 是非常的有熱情 非常的有感覺的 那我們今天呢 可以看到大概 那些什麼東西 大概會有... 我直接開開 直接開開 哦 這真的就是... 1比1嗎 我不是1比1 因為我通常錄所有的歌 我都會再加入 我也不會 也有這個 對這個對我來說 目前為止太... 太... high-tech 太... 太高級了 所以就... 我也不排除這個 當然有機會可以 在這樣的好的錄音棚錄 當然好 目前為止 我所有的歌都是在... 在加的 是的 那麼... 在整個的這個錄音棚裡面 你最喜歡的一個 裝飾的一個... 元素 這裡嗎 對對對 我們看一下 直接進去看一下 這裡呢通常呢 這裡是錄音的 然後外面呢 就有Engineer 然後或者... 製作人們呢 在外面就會去控制這個電腦 就是連接到裡面嘛 然後裡面呢 所有東西都是防音的 你們看... 看面 過來啊 不要害羞, bro 我不是音樂人 我有點擔心 比如說這些...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防音的 然後呢 通常因為不是這種的... 東西的話 你是普通的材料的話 其實你的聲音會反彈 OK 影響到音質的 對 但老實說我自己的話 我沒有那麼講究 哪怕... 哪怕... 比如說空調 大家都需要關掉去錄的 哦 因為哪怕一點點的那種... 聲音都不可以... 對 都不可以進 那我是無所謂的 了解了了解了 然後我們看到今天這個... 也是想還原你平時錄歌的 一個這樣的狀態 所以呢 其實平時也是這樣錄的 也是這樣 不過這個東西是... 是要... 是要... 高一點 那它是要... 這個東西是要這樣 哦 是要這樣的 不是... 了解了 我也沒有這麼好看的這個... 金色啊 你叫什麼顏色 我叫就是普通的 OK 了解 對 那我其實呢 我們今天準備安排了一個小樣的環節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你平時在錄音室的... 一個樣子 可不可以 坐在這邊我們拍給... 給... 攝影老師拍的樣子 錄音的樣子嗎 我錄音的樣子是這樣的 Alright 我...我...我就是... 你...你...你拿過來是不是 試一下 欸...他去... 沒事...沒事... 你不要動啊 我的位置是這樣的 好...好... 要講低一點 一定要自己做得舒服就對了 對... 哇... 沒有...就是... 一個... 欸...這個... 這個畫面呢其實是超出我們的預計之外 還要更加的精彩 大家可以看一下 平時... 王家兒在... 調適著自己的話筒啊 通常我家是沒有這個的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只有這個跟小小的 然後我是坐著用的 好... 那我現在... 需要... 你... 我們的很多... 我看到有些留言 我們看到有... 趕緊要把一個最帥的錄音的姿勢 沒有姿勢 有姿勢 有姿勢沒實際的 有什麼樣子 欸這個... 不會倒了 但... 無論如何... 好啦你看... 音樂人呢對自己創造音樂的這些... 這個跟音樂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 就是... I'm trying to do my job 就是... 別人說... 別人說... 別人站到這裡了 然後我就會... 哇... 我就會這樣 好... 但是這個... 不對啊現在... 執行不了啊 這可能不像你平時這麼舒適 但是呢... 我們線上的... 所有的好朋友... 都是想看到... 帥的一面間 畢竟... 現在也聽不到嘛 先帥吧 先帥吧 我一下喔 好 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稍後呢... 我就會跟... 進入到我們的Beat Studio Buds... 的... 我們的體... 線下的... 視聽的中心... 去在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環境當中... 去給大家來介紹我們的Beat Studio Buds的產品... 以及... 對... 為什麼要選擇它... 它的優勢... 它的好的東西... 在什麼地方... 啊... 我們的Beat全球品牌代言人... 王嘉爾會給你好好的來進行介紹... 在我的視覺去介紹... 對... 因為我畢竟... 就是... 特別專業的... 這種... 知識... 不是那麼... 專業... 明白... 你其實不用管它... 我只能告訴大家... 我真實的... 想的東西... 我覺得為什麼... 那... 我覺得為什麼... 可能... 不是你們覺得為什麼... 但是... 是我的為什麼... 好... 好... 那我們超帥的... 已經打開好了... 現在就去到我們的... 介紹產品的一個部分了... 好不好... 對... 我們必須到下一個環節了... 必須到下一個環節了... 因為... 因為... 大哥... 剛才... 一直在... 哈哈哈... 過來了... 過來了... 好... 接下來這個品牌場... 我們的產品... 其實就是... 很好的把我們的... Beat Studio Bus... 三個... 配色... 三個不同顏色... 我最喜歡紅色... 哦... 我也是... 那真的是... 超帥的一個... 感覺... 就是顏色不一樣... 大家喜歡哪一個... 對... 記得哦... 玩家已經告訴大家... 他喜歡的Beat Studio Bus的配色... 就是... 紅色... 大家也知道... 剛才... 他哥也說了... 你是哥吧... 是... 可以... 他也喜歡紅色哦... 我也喜歡紅色... 好啦... 這就是我們... 哦... 就是... 你作為Beat Studio... 我們Beat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成文之後呢... 我相信你對品牌... 也有更加深入的一些了解... 對... 對... 那你... 可不可以再有跟我們... 分享一下... 那對於你來說... Beat Studio的音樂精神... 是怎麼樣一個... 你的描述... 我覺得... 首先... 身為一個... 喜歡音樂的人... 我自己在錄歌... 或者在... 整個做音樂的過程... 肯定是要用到耳機啊... 或者... Earphone... 也... 所有都會用到... 就是... 對... 所以... 對於音質... 這方面來說... 其實會... 比較敏感... 所以呢... 我... 這一次的... 這款... Beat Studio Buds... 對我來說是... 剛好我最近在混音... 不要再說... 所以它裡面每一個... 其實混音這個過程... 在音樂裡面... 是很煩的一件事... 是... 要聽一首歌的... 你怎麼混... 可能... 最後輸出的東西... 完全是另外一種感覺... 所以... 這個來來會會要二十幾次... 三十幾次... 所以特別... 很困難... 明白... 而且... 所以我... 我會想到... 有一個... 我能... 依靠的一個... 耳機... 讓我更能清楚的去判斷... 然後 Studio Buds... 最近我用的時候... 是... 很明確... 每個音樂上的一些音質... 都很... 很到位... 很明確的... 所以我會很喜歡... 瞭解... 這只是我們在隔著一個... 橱窗的一個感覺...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上手... 實際的... 我們的 Studio Buds的產品... 來去... 更加近距離的感受一下... 來這邊... 我已經很近距離感受過... 正在隔著橱窗嘛... 我們現在直接... 拿起來... 給到我們的鏡頭前的時候... 我也可以來... 好好的去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 好... 你最喜歡的紅色給你... 我... 對... OK... 好... 最喜歡的紅色... 然後拿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 我... 我之前想不到... 因為... 這個東西有一個... 隔音... 對... 降噪... 我之前的耳機也是有隔音的... 但是... Airpad嘛... 然後我用這個的時候... 那個隔音是... 呃... 我可以睡覺了... 就是... 可以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覺得那個也是... 蠻... 蠻佩服的一件事... 是...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 一個鍵... 你看... 你... 這個B呢... 它其實是一個手勢的一個操作... 歷史手勢的操作... 以及... 長按一下它可以從... 降到... 來去進行... 切換到通透模式... 接下來... 至於什麼就是通透模式... 我接下來到我自己... 直播的一個過程當中... 會給大家慢慢的解釋清楚... 好不好... 那麼下面... 嗯... 對... 那... 直接告訴我們... 聽了之後的感受... 是怎麼樣... 音質... 跟大家描述一下... 你聽完之後的音質... 沒事... 其實也不用在這裡聽... 因為我已經... 一直使用了... 有一段時間了... 因為... 推出之前... 我已經拿到了... 嗯哼... 然後呢... 我就... 還是剛才... 幾句... 我用那句話... 呃... 使用的時候是... 這音質還是有差別的... 是... 很...很精緻吧... 我可以說... 呃... 很精緻很到位... 就... 呃...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這個東西... 比如說... 音樂... 你有編曲... 那編曲裡面有... 你的鼓的... 滾出來的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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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是的... 那多謝王嘉爾的一個推薦... 等一下來呢... 我們也會...